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 17号由县议员林平阳进行质询 他表示售丰箱区域排水问题 还有前次台风造成的土石流灾害 也请县府在台风来临之前协助地方来解决 而另外售丰箱营业局活化 也请县府能够加强规划亲子游戏等规划区域 来活化地方 县议员林平阳表示 去年渡输队海阔台风带来丰沛雨量 造成售丰箱树湖村 丰箱村共和村的严重影响 乃至于土石流淹物民窄 挪入损坏水沟毁损 也请县府在台风来临之前进行处理 另外售丰箱旧游戏局已经变成闲适的场域 也建议进行活化 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这次零四零三 以及零四二三我们花莲县政府 在徐真伟徐县长所带领之下 我们整个县府的工作团队 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辛苦 那同时啊 也关心到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现象 那也带给我们乡亲啊 生活上面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 好比我们区域排水的一个问题 这个气候变迁及降雨 造成区域排水的问题 那还有我们这次海葵台风 以及杜树润台风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我们请农业处这边一定要加紧脚步啊 我们这个山边水沟的一个问题 那以及我们农路 那土石流的一个问题 都是品阳关心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也期盼 我们县府相关的处事 也能够横向的一个沟通 横向的一个协助啊 那我们乡亲在担心 梅雨季的到来 以及台风季的到来 那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 能够赶快获得改善 再来我们寿风乡的旧烟草局 那也是本期平阳这次关心的一个重点啊 那在平阳在第一次的会期之中 那也有关心我们寿风乡旧的一个烟草局 那其实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平阳也有到我们旧烟草局啊 实地去探勘 那也有发现有一些街友 也在县地啊 来做占用 那我们也期盼相关的单位 能够赶紧想想办法 活化这个场域 让我们地方的乡亲 也能够获得更好 更优质的一个空间 影片表示 花园国中分校为收封香的水莲村 造型有非常有特色 为了华之魔法学校的美丽建筑 常常吸引很多游客来拍照 也希望幸福能够进行活化 记得喜欢画头到